自2018年8月5日,张欣宇在网络平台上公布结婚喜讯以来,网络上可谓是挤满了张欣宇与老公合结的新婚消息,这些消息主要还是以祝福两人新婚幸福及两人恋爱经历为主。 但也不凡有些网络黑子存在嫉妒仇恨的目光,为了博取广大网友们的眼球,而爆料一些关于张欣宇早前的一些负面新闻,实在是大杀风景。 但是,对于这些犀利扭弃网友们发布的消息,也确实引来不少网友们的围观,大部分的网友还是非常正义的,对待此种消息,也是一直以理智的目光来看待。 并对待此种不道德的网友,也是不断的批判与纠正,但是也不妨有些不明是非的网友们在跟风。 因此,虽然只有连连无几的几篇负面新闻,却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 对于宁宁是污蔑的歪的新闻,两位新婚当事人,也是尽嫌大度宽容的态度,几天来了也是不予理会,不予回应,但是,似乎就是这种态度,使得那些网友更加的过分与似乎忌惮,出于对妻子的保护及对人事者的愤怒。 南方和杰近日终于在微博发表了一个个人动态,表达自己对大网络黑子的态度与气氛,此则消息已经发布,历史引来了不少网友们的关注议论,大家纷纷发表评论,表示对和杰做法的支持与称赞。 和杰,人心浮躁,趋利富士,卑黑而黑,恬不知耻,积德者,内善事,常健康,忘自免,脾气泰来,灭之。 对于和杰发布的回应,虽然简短但是却坑枪有力,去去表达自己内心,对于那些网络黑子做法的厌恶与不屑,还不妄劝告这些网络人士,只有坚持争议及德行善,放外人生争道。 对于极为两个字业之,可谓是尽性自身之人气感,对于网络上那些刻意造谣生逝者,小编也想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。 不是每一位明星都为大家所喜欢,也不是每一位明星都能为大家所喜欢,虽然不喜欢那也没有必要去刻意的污蔑与抹黑,这样不仅不会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慰,却只能让自己的得行暴露的更加彻底与明显。 所以好言相选情好自为之。